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来讲述的是 是来自人间佛教佛陀本怀这本教材里面 有关佛陀教导弟子的一些故事 所以就是经典故事的取材内容 那当然陆续分享 那么在前几天有一位观众菩萨留言说 我在讲说这本书的 就佛陀本怀这本书的页数第几页 那跟他看全集的第几页会不一样 我做了一个比对 就是因为人间佛教佛陀本怀 一开始进来就是末路 但是在全集里头的人间佛教佛陀本怀 他前面就有 比如有全集的序文说明 还有高教授的推荐序等等这些 他前面的这些文字内容 大约就占了差不多40个page 40页 所以我这样看 大概如果我说 现在我们这里是70事页 你大概要加上40个page 那就在全集那里接近的是100 就加40就114 但是也有那么误差一两页 所以就在那个大概 就是其实是要把 就全集是要把前面的序文 这些再加上去的意思 好 这个也是供大家参考 好 今天我们接着是在75页 75页的讲到 就是佛陀的有关弟子的教育 教化的工作 就谈到几个例子 那么上一次我们谈到 其贫不其负的大家色尊者 跟其负不其贫的虚菩提尊者 当然他们有各他们的修行成就的 这些历史的记载 那么现在接下来讲的是 讲到说佛陀对弟子 是很细腻的这种关心照顾 例如说曾经去探望老病的比丘 亲自为他们洗涤身体 为他们倒水洗衣服等等 就是各位想象中的佛陀 就有的人想象是好像神一样 在天上飞来飞去 或者高高在上 不跟我们一般人一样 这些 其实佛陀就是人 师父在许多讲说里头 一直强调佛陀是人 不是神 不要把佛陀 好像把他摒除在人的行列之外 大概这一点大家对于佛陀的教导 慢慢要习惯这样的思维 因为我们不是在求神保佑 求神就我不管怎么做 反正有神保佑我就免于如何 其实不是 佛陀教导我们的智慧 是真正让我们可以受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你说要求保佑 求平安 求消灾免难 如是因 如是果 你希望有这样的果 那你要看你怎么做 这样子 我想这个是比较科学 比较实际的 好 那么就讲到说 佛陀是这样照顾弟子 但是有一次说 佛陀在讲经的时候 欧挪律尊者 欧挪律尊者 其实就是当时 就是说有七位王子出家 其中一位 所以他也是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的人 那佛陀之后 因为就有几位跟佛陀出家了 那当时欧挪律尊者也是其中一位了 那他可能 因为他上课在打瞌睡 一般听佛陀讲话 大家都是睁大眼睛 聚敬会神 但是就是有那么一次 欧挪律尊者因为疲倦 打起瞌睡来了 当时呢 我想也不是一次 这也有可能就是 他可能还不习惯 这种清修苦修的这种生活 毕竟以前给他伺候惯 现在什么都要自己 而且是过着那种 比较清平的修道生活 所以在听法的时候 就打瞌睡了 但几次之后呢 佛陀就跟他讲了 就是有点责备他 就是希望好像 这个好像 希望把他唤醒一样 但是唤醒不是把他摇醒 叫醒而已 而是讲了一段话 咄咄咄乳好睡 罗斯磅合类 一岁一千年 不闻佛名字 各位知道 那个罗斯磅合类 就是那个磅合 就是带着壳的 那个水产的 这个海产的动物 有壳的那种 那个壳在开啊 壳就很像我们眼皮子 一开一合 说 咄咄乳好睡说 像你这样子耗睡啊 就好像罗斯磅合类 就像这些 那个 他的壳啊 一合起来说 一岁一千年 就闭上眼睛 就睡着了嘛 就像那个壳 壳盖起来就没有打开 说一岁一千年 这睡下去 到底 这三生四肢 都是这样昏沉的 这样过吗 这样子 说一岁一千年 不闻佛名字 你说 你知道你这样昏沉度日啊 这样长此 就是轮回路上 都这样子的话 你都听不到 佛的圣号 佛的名字 这样 这个是佛陀讲话 你看没有一句话 说是骂人 或者责备 听不出来 但是呢 那个语气 是很重的 那欧罗律尊者 当时 因为受到佛陀这样子的 直接的这样的 呵斥批评 所以从此呢 欧罗律就发 惭愧心 日夜精进不屑 但是因为这样子呢 就是眼睛就弄坏 身体也弄坏了 这样 那就有一次他 就大家都在 一起在听经 但是他没有去 他在 他的袈裟破了 他自己想找个什么 缝一下这样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接过他的衣服 他的袈裟 跟针线 替他缝 欧罗律 当时很感谢 说请问是哪一位 好心的人 替我缝衣服 佛陀就跟他讲 欧罗律 辛苦你了 他一听 是自己的老师 自己的师父 佛陀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就这么一段 这个场景 这个对话 其实我从第一次 听到师父 我们的师父 幸运大师讲 印象很深刻 那一句师父 对徒弟 那种 那种 联系 辛苦你了 就是说 我们讲精进 也要正精进 不要过头了 但是佛陀很怜悯他 所以当时 其实就传授 就教导 欧罗律于尊者 叫金刚照明三昧 但这个法门 很可惜后来是失传 那在当时 欧罗律因为 照着佛陀的指导 去练习 这个金刚照明三昧 后来正得天眼通 成为十大弟子当中 天眼第一的弟子 一般我们就是 看看镜 看有 这些 有什么就看这样 但是所谓的天眼 他不是只有远近 大小的问题 就是说 超越这些 他要看什么 都可以看得到 包含生死轮回的 英国夜报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个是 正得天眼第一的 欧罗律尊者 他的老师 我们的佛陀 是这样子的 教导他 引导他 那么另外 是谈到二百亿耳 有的翻译里头讲 是二十亿耳 但不管怎么样 这位比丘 二百亿耳 他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音乐家 那这音乐家 出家修行 就 这个如果说 以他的所长 他要音乐供养 那是很容易 但是他选择了一条 也是很勤苦修行的路 但是就中日 这个坐禅 这个都没有休息 到最后身体也吃不消 等到身体吃不消的时候 其实这位音乐家的比丘 他竟然生起了一个念头 说 看来修行这么辛苦 可能我不太适合 我要不要就还俗 我可以在音乐方面 来互持生团 这样我当佛陀的互发就可以了 我可能修不了 他还在那里想 那佛陀应该是知道的 就走到二百亿耳那里 跟他说 说你是擅长音律的 如果以弹琴来说 琴弦如果绷得很紧 弹出来的音乐如何 这个二百亿耳比丘就说 如果是这样 那个声音绷得太紧 是琴弦都有可能会断掉 那佛陀又问说 那如果松垮垮的呢 这二百亿耳比丘就回答 那就弹不出声音 拨着弦弦没有声音 佛陀就告诉这位弟子 二百亿耳说 其实如同你所擅长的音律一样的 修行也要忠道 过于激进的猛烈的 这种都不能持久 但是太松懈的那种懒散的 其实也修不了行 道理是一样的 你是擅长音律 擅长条弦 你能不能把你的修行的位置 调在这松紧 刚好适度的 的这个位置 就可以弹出很美妙的音声 修行一样可以成就 所以二百亿耳又 他很欢喜 也很惭愧 所以又在留下来在僧团里头 好好的以忠道 好好的来修行 佛陀指导弟子 从这个刚刚讲到的 欧挪律尊者 他因为身体眼疾 就已经眼睛过度精进 眼睛坏了 佛陀教导他 这是身体方面的 然后在心理方面呢 这个松紧之间调适不来的 甚至于打退心的 起退心的 佛陀是怎么样 以他熟悉的 这个音律 调选弦弹琴 来引导他怎么样去思考 其实还有呢 我今天讲的进度比较快 我没有补充太多 我就发现 我速度要加快了 另外就是说 对于有一些 像我们讲 不管是 是欧挪律呢 还是音乐家的二百亿儿呢 他们其实都出身高贵 但是佛陀不是只有知道他们 也有呢 那种根性很弩钝的 很慢 或者是很自卑 各方面都有 像比如说 一慢这个 就是说理解 这种理解能力 包含记忆力 这些表达力 都非常迟钝的 最有代表的 应该就是 周立盘陀琴了 周立盘陀琴是 跟着他的哥哥 一起来出家的 哥哥呢 就非常的优秀 就像我们一般讲的 学霸一样的 听什么就会什么 甚至于上午 如果佛陀讲 下午他就像副讲 也是相当于讲师 就是那么 那么自优 那么优秀 但是他这个弟弟呢 周立盘陀琴呢 就完全相反 就是听什么也不懂 听过了也记不得 而且你不要说 整部经文 就是说 整大段的开始 他不能理解 不能记忆 当然也不能表达 就是那么 刚刚讲过的一句话 回头再问他 他已经 记不得了 不知道你刚刚讲 那一句话 他都记不得 这个政治让生团的人 也是很受不了 那你在修什么 你连记都记不得 一句话都记不得 你有哪一件事 可以修好呢 就是这样一段时日之后 这个做哥哥的 也觉得 这浪费十方 信师的供养 还是回家吧 你在这里 浪费自己的福报 你接受不了 这些供养的 就叫他回家吧 这个周立盘陀前 他就 他是那种 修道人的性格的 所以要他离开生团 他很难过 所以他走在 那个生团的 那个门口那里 就像 其实今天这张图 还是在 奇缘经社 他经社 在门口那里 他就 舍不得走 在那里哭 佛陀当然也明白 过去跟周立盘陀前讲 你可以不要走 你要留下来 你帮我做一件事 就把一把扫把 交给他 你帮我扫地 好吗 如果可以的话 其他你的大师兄 这些 就是 大笔秋生 你去帮他们扫地 这样 扫地的时候 你只要想着 一边扫 你就知道你在扫地 所以扫尘除够 就我在扫灰尘 我要把灰尘 在尘土 把它扫干净 就这样 这样就够了 好 那个周立盘陀前 拿到一把扫把 我知道 我有扫把 我要扫地 我要扫干净 他就每天 每天 在多少年过去了 有一天呢 他扫地的时候呢 突然停下来 扫地 扫地 扫心地 心地不扫 扫何地 开悟了 扫的不是心外的 这个尘土 扫的是心内的 突然之间 就整个豁然开朗 佛陀知道了 不多久 平常时佛陀 会叫 势利佛尊者 去帮 比丘尼身团 大哀到比丘尼那一边 尼众身团 没有住在一起的 过去那边去讲说 跟他们讲法 那一次呢 佛陀 却请周立 盘陀切 代替佛陀 去为 比丘尼 这个 身团 去 说法 开始的时候 他们大家都 很疑惑 怎么登上 这个讲坛的 不是佛陀 也不是 摄立佛 这周立 盘陀切 来做什么呢 他们也知道 他很 愚痴 很挪钝 开始的时候 很嫌弃 但是周立 盘陀切 开始把 佛陀 讲说的 复述 出来的时候 所有在台下的 比丘尼 大家都明白 尊者 开悟 这些 就是说 以 这种教学法 一位好老师 他是最知道 学生的根基的 他的 根气 他的 境界 他的程度 到达哪里 好的老师 只知道 这个时候 需要什么法 这样 好 另外一位 就是 我刚刚讲说 很悲响 其实 大家 要知道说 在印度 他们那种 种姓制度 就把人 很 我连讲 都不忍心讲 人怎么会 有阶级的呢 有的人就出身 高贵 贵族 婆罗门 有的 世龙工商 有的 就是 这个奴隶阶段 奴隶 还有分 还要再分 还要醉一下 叫做不可处 我就不能接触的人 简直就 不把他们当人 这些我们要讲的时候 我有时候都觉得 我都不忍心 因为我们讲都是人 那么 以 贵族身份 因为 佛陀 他从出身 就是西达多太子 他是准备要继承 王位的继承人 那当然是 种姓高贵 到出家来 他也是 证物 宇宙真理的 佛陀 没有更高 更上的 但这个时候 就有那么一次 挑奋的拟体 在所有的奴隶 奴隶的 这个守陀罗的 这个阶级里头 他最下最下 所谓不可处 是做某一些行业的 其中就有 挑奋 就是过去是没有那种 只来就冲水马桶 所以 这粪坑 他们的粪坑 或者说马桶 或者说厕所 他就不会放在屋子里面 因为他们印度人 笃姓印度教 或者普罗门教 当时 他们是要供奉神 因为这个屋子里 有供奉神 有人住在里面 人住在里面不是问题 但是因为有神 所以他们的 那古代的那种 厕所的设备 毛坑 这些 是不会放在屋子里 他的屋子外的 屋子外就隔开了 所以 他们走到外面去 方便的 那之后呢 就要挑粪的人来 把粪挑走 洗一些 冲洗一些 你一提就是 做这个工作的人 也就是 他就是那个不可处的人 那么 就那么一次 就是 这个有人在喊 佛陀来了 佛陀来了 佛陀往这边走过来 哦 尼提刚好挑着粪 要经过 哦 他太惊慌了 因为他自己是不可处 可不可以知道 那个内心里头 让人很心疼 就是说 人家瞧不起你 这是一回事 你自己也认为自己 是应该被瞧不起的人 我觉得那是 令人很心疼的一件事 很不忍心的一件事 所以尼提是非常的惊慌 就是我 我怎么办呢 万一让佛陀看到我 那我 我该是怎么样 大的罪过啊 他好惶恐的 就要赶快 往路旁哪里 逃窜而去 但越是惊慌 就越 越 就 他就打翻了 那个时候 大家都在骂他 正在指责他的时候 佛陀过去 应该地上都是粪吧 佛陀过去把他扶起来 你提 你跟我是一样的 我每一次讲到这里 都哽咽一下 对 一样的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那个阶级生严的 社会里头 如果说 居下位者 他来说 我们都是 人是平等的 但是 那个是 好像是很自然的 很一般的事 现在是居高位者 佛陀当然 他说平等的 但他就这么 这么尊贵的佛陀 这么尊贵的种心 他蹲下来 把尼体扶起来 说 你跟我是一样的 尼体 都不敢抬头看 对不起 对不起 佛陀跟他讲 你愿意修道吗 你可以跟我回到生团 一起修行 尼体那种 简直不敢置信 就是 我可以吗 我有资格吗 我这样的人 佛陀当然跟他讲 你可以的 你跟我回去吧 这样 就收他为徒了 所以 就是这些 就佛陀对待弟子 弟子当中 这还讲的是出家弟子 都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 包含 所受的教育 跟没有教育 身份 跟没有身份 种种 身份 就是说 在生团里头 在佛陀带领的 生团里头 这些都是一样的 没有分别的 这个是在 讲到佛陀的教育 实在是很令人感动 好 今天时间 关系只能先讲到这里 到下一次的 这个经典故事 其实会谈到 智界的因缘 这个再过两讲 应该就要讲完了 但其实经典故事 是永远讲不完的 因为 这个经典里头的 这些无量意 呈现有太多的 历史的事件之中 都叫做故事 我们就下一次继续了 不过呢 跟大家讲一下 在 沃泰华 这个星期六啊 当然 商好儿童 下令营要结营了 真的很不容易 这次到场 也是 对到场来讲 真的是一大挑战 因为大家都知道 疫情并没有过去 那如果在线上 那老师们太有经验了 小朋友很欢喜 老师 就家长都很放心 到现场来 是不容易的 但即便是这样 我看着 这些小朋友们 这家长都觉得很惊讶 就是说 平常时要他们做什么 都还叫不动呢 现在他们一大早 都是赶快赶快 赶快带我去 后来竟然有一位家长说 他现在找到 好像找到他的死穴一样的 你不好好吃饭 我就不带你去到场 参加下令营 我就不给你去练打鼓了 这样 小朋友就快快 要他做什么 他都快快做好 为的就是 我可以来 这个 打鼓 我可以来下令营 这真的是一个 大人欢喜 大人 小孩都欢喜的地方 那当然 7月16号 星期六 最主要的呢 还是 就是Visoran的一个 闭幕典礼 那相关活动 我们要去众树 园游会 这些 就是如果你是在 沃泰华地区的话 记得 如果你是有佛光会 参加佛光会 跟分会会长 联络说 我也怎么样 请购点券 那如果不是的话 没关系 你当天来都可以的 就是时间上 我们从10点 原则上到下午2点 当然这个食物就是 卖完为止了 大概只能这样子讲 希望大家 这个预购重塑 一定是深受欢迎的 总是很欢喜 跟大家提醒这个消息 就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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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